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位英雅定台演出的抗讯师 特别跟白人不同 他不然是一位弟兄者 而且又是无数组统 虽然不能看破也不要抗讯的计划 但是能够记得 大厨七十几条角色 他的家人表示 亲吻自小孩因为疲痛上到脑部 生活完全要靠白人协助 后来因为师兄看妹妹有抗讯 亲吻十几岁的时候 竟然自己会大抗讯 因为刚好妹妹也在学钢琴 然后天天因为他是过动 他都在钢琴的声音中这样玩耍 然后也许是那时候就听起来吧 就在十一二岁的时候 突然去弹钢琴 因为亲吻的行动过程 受乞丽学会的帮助很多 所以他比较后 人人跟妈妈继续在乞丽学会里面 到三天 去年乞丽学会的副钢巴士故障 亲吻第一次在中期各位国家休坚団 大家欢迎亲吻的 顺利替学会没到两台副钢巴士 后来他就开始四级帮助 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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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我们协会的副钢巴士坏掉 然后坏掉协会没有钱可以买车 所以刚好就是中二高休息站 骨坑休息站的一个苏经理 他很就是很有爱心啊 他就提供一个场所说 让我们去办一个 对对对对 意卖活动跟表演 然后去募发票来买车 结果就是有募到 有三星人士帮我们捐两部车 给我们的单位 今年二十九月的勤募 原本是家庭的负担 但是应该的天分 替他开创另外一条人心 也会以身为家庭的减乎 我觉得其实我现在是以他为荣 我觉得我女儿很了不起 虽然说在他的过程中还是很辛苦 那我其实我觉得说 我每次站在那个休息站的大厅 听他弹钢琴 很多人跟他长相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女儿真的很了不起 请问减义两回妹妹也因为这些关系 头台海的时候 特别选择得得到黑 没减义中心得到的工作 回馈社会对他们的帮助 记者以名为插方报道 请问减书 请问减书 请问减书